目前正值到作的休耕期 不少农民会种植波斯菊 或者是油菜花等等的绿肥植物 而大甲区的幸福里 今年首度种植向日葵来作为绿肥 让大片的农田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 也成了当地最美的田间景致 活泼的从花田中跳出来 当起最可爱的花仙子 或是深入花丛中 手捧向日葵一起合影 大甲区幸福里东明路一带 最近种植了许多向日葵 成了当地的拍照新景点 今天天气很好 妈妈带我们来看向日葵 拍写怎么样 很好看 今天刚好天气很好 然后花开得很灿烂 拍写好看吗 好看啊 目前正值休耕期 过去不少农民都是以种植波斯菊 与油菜花等作物当作绿肥 而今年幸福里首都尝试种植向日葵 不但能够达到净化土壤污染的效果 形成的金黄色花海更成为最美的田间景致 往年都是油菜花还有波斯菊 今年我们就增加了向日葵 向日葵的面积 一种植的面积大概有将近 差不多一公顷的那个土地 当然还有皮那个位置 还有也总共加起来 也差不多四五公顷的面积 今年从农会要补助给我们 给人来观赏 就那个给我们一些向日葵的种植 刚好春节又快到了 大家一起来这里观赏向日葵 好漂亮喔 在花田旁摆出帅气姿势 将近一公顷的面积怎么拍都超好看 李早表示 目前从国山下方到高铁桥下的东明路段 花旷最好 想要一堵太阳花美景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记得李云轩还终筹不倒